大家好 我是Greta 今天要和大家拆解一下 如何由三點頭腦進入攻擊式Kucutacen Kucutacen這個動作我所知有三款方法 第一款是由tripod 第二款是由坐下推起身 第三款是由handsand降落 我覺得三款最容易就是tripod 所以就和大家分享了這個最容易版本 這件事因為要對腳做lotus 即是蓮花腳 所以如果你想做這個transition 你對腳一定要自己在天空中 發進去做lotus 即是不用用手 所以如果你要用手 去把腳搏進來做lotus 我會建議你給多一點時間和耐性 讓heap真的開 你可以自己發 至於lotus是怎樣做 我還未做一個tutorial 盡快 我會做一部拆解 希望可以幫得到大家 至於tripod 我也有不少的tutorial 我已經放在下面 如果你想做這個transition 但是你又未自己對腳 可以做lotus 其實你可以練多一點tripod 練做crow 因為其實那個transition很類似 所以當你習慣了由tripod轉做crow 練得久了 當你有一天 你的heap是準備好 去做lotus 做crow tossing的時候 你做這個transition 相對來說都會比較容易 好了 我們現在去研究一下 怎樣做 首先做了三點頭都立 當然三點頭都立 你的腳可以射到天花板 但我就不做了 因為我今天比較累 也想省一點時間 好了tripod fum上去了 上去之後 你就要自己做你的lotus 左腳先還是右腳先 你自己決定 夾起來 接著你卷脊椎 把小腿 放在越近underarm越好 接著拜拜肉 推推推 額頭只向前頭 只向前頭升起 感覺到小腿骨 推入拜拜肉 對 你注意到可以直一點 肩膀拉開 好了 出來了 怎樣出呢 你的頭殼頂 又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 下地先 好 放一步肉一下推 收肚子 接著對腳就升起 那你就拆開 這樣就可以了 留意到的就是 有可能你看到我 我的頭殼頂本身是地下 然後一下子就升起了 但是我做的時候 我都會想那個感覺 是有頭殼頂 感覺是線向額頭 才升起頭的 就不是有頭殼頂 一下子就升起頭 這樣 原因是因為 如果頭一下子就這樣升起的話 其實你的動盪也挺大的 如果你的肩膀還沒緊 你的肩膀還沒收得夠緊 去頂起起肩膀的時候 那肩膀就會扯你到地上 你就一下子就坐回到地上 就是這樣 所以變了如果你是逐漸一點的話 那個力也會慢慢慢慢去移 變了給身體多點時間去遷就整件事 另一件事就是 當你降落的時候 小腿盡量是近under arm位的 就不要太近elbow的 都是那一句 因為如果你離得太遠的話 其實你很難升起 而且你會硬著這個位 你很難 手肘是會想直的 因為就算你說 你的肩膀的手肘是曲的 你也是比tribod會比較直 所以你總是想升高一點的 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由tribod轉做肩膀 是比tribod更容易做crow的 這是我個人的情況 因為tribod的腳已經鎖住了做Lotus 所以我不知為何我的肩膀會高一點 容易點高 crow來講 因為兩隻腳是分得開的 所以很容易 那個力就會射歪了 很容易會軟 會比較容易軟 再加上crow 如果是膝蓋的 放在拜拜肉的三頭肌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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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你的小腿已經下了拜拜肉 當你能升起那一刻 記住記住記住肩膀千萬不要縮緊耳朵 拉回向臉的方向 頸有這麼長得這麼長 保持肩膀緊緊和穩定 一收起來你就會散開 你就覺得很難升得起 甚至乎有可能升不起來 而上去那一刻 記住收多少少肚 因為收肚可以幫你 容易地動動你的盆骨 要動動你的盆骨 你的腳才可以升起 如果你的肚子還沒收得夠 你的下腹還沒收得夠 你的盆骨堵住了 動不了 你就會覺得停在那裏 沒辦法升起做Triple 就是這樣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幫到你 麻煩你按個like shar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如果你覺得我教得很好 非同我練不可 我會教的 你可以在留言告訴我 我有實體課和網上課 我便會盡快回覆你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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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